我最怕朋友來我家的時候 我就會講話說 你應該單純只是不喜歡 讓他跳完舞回車上 然後繼續跑下個情形 那車上會有汗臭味 對 可是我一定會 我宣傳服會請他們準備兩套 歡迎收看 真心分享小鈴鐺 來 歡迎我們的藝人朋友 鄭仲瑛 漂亮 JR 哈囉 小黑人 林立菲 我們也在康復選舉後 歡迎我們的三位專家 嘉義科醫師 羅嘉玲醫師 心理專家 邱詠麟老師 大家最熟悉的一二記者 洪素卿小姐 歡迎 這個家 就是我們的避風港 對 回家就是舒適 愛怎樣就怎樣 真的 那偏偏有人家裡面呢 臭規矩一堆 規矩就規矩幹嘛 加個臭啊 對啊 進去先噴酒精 要消毒 洗手 對 但沒辦法 因為有帶小孩 媽媽就一定要設定一些規矩 還不是都 就為了這個家好 對 那我是覺得 哎呀 那個 不要那麼嚴謹啦 對啊 就差不多就行了 因為通常破壞規矩就是你們啊 對 因為 老婆就是規矩控 你知道嗎 這規矩到底是為了自己 還是真的有她的道理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 乾淨是最重要的 毛髮零容忍 在家不要一直摸頭髮 這有點難吧 對 這很難了吧 不是 頭髮長 之後是不是會摸一下摸一下 不是啊 你就綁起來就好啊 有鯊魚夾可以夾起來多方便 可以說老公回來也會這樣 老公你回來啦 對啊 都老夫老妻要幹嘛這樣子啊 要要要 這是一輩子而已 情趣很重要啊 沒錯 但你就不需要 那你養貓怎麼辦 那我們一直摸貓 貓也是會釣貓啊 那我們就隨時把它黏乾淨啊 因為我家也有狗 那比如說你那個毛髮 就比如說我們穿著拖鞋 這樣走過去的時候 如果你這個沒有 它是這樣靜電 它會一坨一坨的 然後就變在一起了 然後就會整個家裡 就很髒的感覺 所以你一定要隨時 把那個黏乾淨 所以我最怕朋友來我家的時候 我這邊講話說 對啊 我跟你講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看到頭髮一直在飄 你應該當時只是不喜歡 他那個狐狸精的樣子 你確定了 你朋友在底下跟你講 他會這樣 對啊 我就怎麼也不清楚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會這樣捲 但是講真的 我就是會時不時的摸位 然後弄一下 摸一下 摸一下 摸一下還好 可是我就不懂 他為什麼要擦進去 然後再滑出來 為什麼要擦進去再滑出來 小妝想抓頭 會不會頭癢 沒事 然後就 你又跟頭皮屑嗎 我不知道 然後我就看到 我就眼看他頭髮這樣一直飄 飄下來 我就很想用手去接頭髮 你知道嗎 我覺得很受不了 就是頭髮千萬不要在我家 所以我每次只要洗完澡 洗完頭 我一定會把那個 排水孔的頭髮捏乾淨 然後吹完頭髮 是不是難免會掉 我一定會用那個吸塵器 或是用那個黏頭髮 毛髮的把它黏乾淨 然後還有 就是進我家門 一定要穿拖鞋 因為呢 那妳就說幫我們準備吧 我不用自己戴吧 沒有自己戴 我現在有點緊張 因為妳知道 自己戴 準備要去他家 我現在壓力好大 如果遇到那種 比如客人 只是腳氣比較重的 或是你知道有些地板 如果他沒有穿襪子的話 踩過去就 對不對 熱氣 那個是腳油 腳汗多 對 然後那個就會 一個腳印 我就覺得很可怕 所以我就覺得 一定要穿拖鞋 妳是害怕那個味道 那個裝潢 或者水電修理人員 工人啊 對 搬家的 我會跟他說 那不然你鞋子直接穿進來 我等一下再拖地 我寧可這樣 我寧可 我都不要你脫掉鞋子 然後走過那個痕跡 而且有味道 然後我也覺得 而且還有就是 你知道一沒有穿鞋 你走路就會 砰砰砰 你很容易影響到樓下的人 那像我女兒有時候 他也會懶得穿 像有些人都喜歡接地器 就要踩在地上 為什麼 小朋友很難 小朋友都不穿拖鞋 對啊 因為腳是我們第二個心臟 對 所以要接地器 還有就是吃餅乾 你真的可以講一整集 你好多規則 你吃餅乾 我一定會拿一個盤子 讓你接著 小桌子 小桌子對不對 吃東西就在一直叼 而且有些人就有種習慣 就一邊吃來邊講話 然後餅乾需要一直噴 一直噴 我就會很想要去接 因為這個受不了 好啦 必然的方法就是 都不要去玩 這樣 養扣 對 對 像我也是 就是我家裡養貓又養狗 然後頭髮其實我也受不了 是不是 對 就是我一看到就會 一直拿吸塵器 對 吸塵器去吸 那像有一次像我們已經 從國外回來嘛 然後到家了 大家都很累了嘛 那第一件事你們會做什麼 一定先把女兒 小孩哄睡對不對 對 我沒有耶 我一到家就是馬上 先吸地 先吸地 吸地然後拿那個 就是黏黏了 對 我也是 先把床先黏黏黏黏黏 黏好之後 確保就是完全沒有毛 沒有頭髮 再幫女兒洗好了 再讓她上床 哇 然後我老公就會在那邊說 好累喔 你可不可以放過自己 對啊 是啊 對 就先讓女兒直接睡就好啦 你為什麼要這麼忙 因為我老公的 要求的那個衛生程度 沒有那麼高 前幾天喔 我老婆還在跟我稱讚說 我現在這個房子的設計師 她說我們浴室那個排水很暢通 你看我每天這樣子洗頭 對 那個排水孔都不會阻塞 都沒有阻塞 真的嗎 那我一直沒跟她講 我到現在我才講 不是我們那個排水的設計非常好 是我每天洗澡的時候 我都很習慣性的 因為我男生不會掉什麼髮 我們頭髮那麼短 不會阻塞 我都是一個習慣動作 我把那個那個藏廠那個東西 對 拿起來 然後把頭髮剪起來 然後離開那個 因為都乾式分離嘛 離開 然後到馬桶旁邊 那這桶把它丟下去 我每天重複做這個動作 你是有付出的 對 但是我從來不跟她講 我不認為 我這也什麼值得說嘴的事情 哇 那你在節目上講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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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點到機會了 對… 那現在講 那我要問一下羅衣師 就是像我們剛剛這三位來賓 就是真的是對整潔 非常的有控制慾的人 就是把家裡打掃得一成不染 這樣是對健康是有好處的嗎 請舉牌 好 沒好處你看 沒好處 對健康沒好處 我們還是會掉一些毛啊 其實剛剛的轉折 包括到後來還有剪頭髮 突然害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如此之溫馨這樣子 但事實上 像我們家的小孩 如果東西掉在地上 我絕對叫它剪下來吃掉 吃掉 對 這多好啊 因為其實我要 好在哪裡 我要講一下 我要講一下真實案例 因為其實 大家知道在COVID期間 大家都瘋狂就是噴酒精有沒有 然後就有一個媽媽 她就帶她那個國小的小男生 兒子來 然後她就是一直打噴嚏 一直打噴嚏 然後我跟她說 那妳是不是就是鼻子過敏啊 她說她知道 她已經看過耳鼻喉科了 那就是因為耳鼻喉科 沒有辦法處理好 所以才來 然後你知道她多誇張 我們那時候不是看診都有隔板嗎 她對著隔板開始噴噴噴 然後一直噴噴噴 然後呢 只要我多講兩句話 明明隔著隔板 隔著隔板 還要再噴一下 然後我就開始有點警覺 我就說媽媽 妳在家裡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她說對啊 我跟你講在疫情期間 我都很注意 所以全家人回來 她要求她老公也是要洗澡 還要洗鼻子 漱口刷牙 然後全家人都這樣 她隨時就是那個 漂白水啊 清潔劑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她說 妳兒子是疫情期間 才開始過敏的 妳要不要試試看 不要這樣子清潔 對 對 結果她 兩個月後就好了 就好了 對 原因其實就是在於說 我們有一個過度清潔的狀況下 人體的免疫系統啊 就是她就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 我們的免疫系統很好玩喔 她如果說沒有細菌病毒的時候啊 她就會開始把貓毛 狗毛 然後一些塵蠻 塵埃 她就把她都變成她的抗原 她就是要找一件事來做 對 她要找事 她總要對 要證明自己有用嘛 妳沒病毒細菌給她弄 她就開始找那個貓毛 小麻煩 妳沒有貓毛給她弄 她找妳的皮屑都會喔 對 所以其實就是妳要適度的 讓妳的環境中有一些 細菌病毒 但是不要太可怕的 接續 剛才羅醫師講的 他們之前在那段期間 就有醫生發現說 媽媽帶小孩來說 我這小孩最近皮膚很怪 她妳看喔 她就是膝蓋 手掌 腳掌下面 都一直掌那個疹子 紅點點 那醫生覺得很怪 這小孩為什麼只指了 掌這三個地方你知道嗎 那你想想看 因為她孩子還小 所以會爬地上對不對 接觸是不是就這幾個地方 後來才發現 媽媽愛乾淨到會用漂白水 稀釋的時候去擦那個地板 因為要滅菌嘛 可是對孩子來講 那可能太刺激了 所以她剛好有這幾個地方 可是這至少還是比較小的疾病 費力費妳不要搞那麼乾淨 妳搞那麼乾淨 搞到妳人都變那麼黑 我們都跟她有什麼關係 妳跟她有什麼關係 她本來是這樣喔 她本來是這樣喔 我本來是這樣 所以要變這樣 所以妳是去賽的喔 我是去了一次海邊之後 就變這樣 然後又住台東 然後妳知道 那個太陽更厉 我一進來本來原來是殺雞奴 什麼啦 太多啦 她太黑了吧 我覺得很健康 很好看 我覺得健康最重要 來 妳還有什麼那個 我的規矩是 碗盤杯子用完要 立刻馬上洗 好 立刻馬上 就是不能割一下 因為等一下還有兩三杯 可以等一下也洗洗嗎 為什麼 因為我喜歡看到水槽是乾淨 我不想看到就堆一堆 然後放在那邊 像我老公他就早上會喝咖啡嘛 他咖啡他也不加糖 他只是要確保這個咖啡有 你加糖什麼 所以你這麼吃 我的意思是說 咖啡你沒有加糖 你為什麼要拿湯匙去攪拌 對 他就攪拌完之後 不是 咖啡上有油脂 要讓它混在一起 我不管 我不管 然後重點是 他到底人家關妳什麼事 對 沒有 他攪拌完之後 不就是你開水沖一下就好了 水手 水手 OK啊 就放回去 他沒有啊 就直接放在那邊 他們就是沒有這個習慣 對 沒有這個習慣 然後所以我就是像朋友來 就吃飯我也是會邊 他們邊吃 我就邊收就邊洗 他們說妳就趕快過來 坐一起吃 對 我說 然後老公他就是會堅持 全部如果他要洗碗的話 他就會堅持說好 那全部放一堆 他說反正都要洗嘛 就等嘛 對 就一次洗就好啦 所以我們就會為了這個 會有點爭執 我老婆也愛洗碗盤 但是他也不會像妳這樣 他也是要堆滿 才會做一次洗掉 但我有發現一個現象 那媽媽 奇怪只要在那個 洗碗桃那邊一站 因為在洗的時候 剛剛洗的是自己喝的 心甘情願 看到別人 洗第二個老公喝的 洗第三個二十喝的 第四個女兒喝的 再一個老公喝的 想說奇怪 你們幹嘛用那麼多杯子啊 為什麼不重複用呢 所以我有經驗 我不會利用這個時間 問他事情你知道嗎 小孩也都知道啊 而且女士不爽 她每次跟我老婆講 她都不信 她說你不要給我貼上標籤 好像搞得我是神經病一樣 怎麼我在那邊洗碗槽 我就會脾氣變暴躁 她說妳現在在哪裡 是洗碗槽啊 那妳在講話口氣怎樣 很壞啊 不是 那你就是我們嘛 沒有 玉琳哥 妳講的是真的 這我可以作證 因為我老婆也是這樣 妳也是這樣 因為譬如說 吃完東西順手洗 我也是像妳這樣的類型 我跟俊男一樣 但是我老婆也是那種 奶瓶 喝完奶 一定要積七個以上 全部奶瓶都積完 甚至有時候奶瓶 已經聞到發酵的味道了 他才要洗 我們大吵的點就是 他在洗碗槽的時候 我想 其實我想過去幫忙 我只是拿了一個碗起來 稍微摸一下 有沒有咕哩咕哩的聲音 如果不 大家幫忙 你這樣也是 沒辦法 你真的不是想要 在任何以上 檢查隊在檢查人家 我沒有這樣 嘰嘰嘰嘰嘰 我是這樣轉過來看 我想說如果不乾淨 要幫他洗一下 它就爆炸 當然啊 我也會爆炸 因為好像你覺得我做得不夠好 可是我不會講啊 我就會自己沒有辦法 你的動作夠明顯了吧 而且老婆不愛人家怎麼樣 因為你看他那邊洗碗 感覺這個畫面好美喔 很賢慧 賢慧然後帶點性感 那我們就想要 從後面 到後面 抱住他這樣 結果他平常可以 這個時候你抱住他 幹什麼啦 那是誰 為什麼他 你老婆講話口音 幹什麼啦 其實我真的有覺得很奇怪 就是在洗手的時候 老公過來這邊抱的時候 就覺得 哎 很熱 那是一個情趣啊 對 但是情趣 情趣是什麼 就是你過來說 老婆很辛苦了 然後把我手拿起來的時候 我來幫你洗 對 而不是在那邊 我在做家事 你還在那邊扭 如果我抓著他的手 然後來洗呢 我老婆還有一個點會爆 比如說他拿吸塵劑吸完對不對 對 如果沒有 他放回去之後 我看到髒了 我順便再拿起來再吸一下 可是可能已經隔了幾分鐘 他也會爆炸 他覺得你覺得我沒有吸好 你否定他的存在價值 對 但是其實我是真的想幫忙 然後比如說你剛剛說 吃東西會留在沙發上 我老婆也是 我一下班回家 我就說 你今天有吃生菜沙拉對不對 然後你今天有吃洋芋片 樂士的對不對 而且是起司口味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這麼低潔 沒有 他說你怎麼知道 因為沙發都全都有 不是啊 我也是 我永遠可以 隨著餅乾穴 跟一些小點心穴穴 找到我老公在哪裡 對 就是那邊走邊掉 到底要留什麼痕跡 給我追蹤啊 而且我告訴你 其實我們這樣講 不拿小盤盤 對 脫小桌子 是不是 但我覺得另一半這樣講 不是為了要給你壓力 而是其實要看機會去調整 那個鬆緊度 譬如說 你是布的沙發 對 生菜沙拉濕得下去 這個一定要趕快欠 這個就要發揮你立即欠 因為它會滲下去 你就要洗整個沙發耶 那如果有油脂的也會立即啊 那譬如說軟盤也是 如果真的很油膩的 乾了就超難刷 對 或是你煎東西 那個就要立刻刷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反而可以鬆一點 所以我覺得其實應該是 找一個折中的灰色地帶 而不是就是很極端 洗衣服咧 我自己洗衣服 我是有一個規矩的 什麼規矩 什麼規矩 等一下我先講 我講這是有底線 因為我們家的全部衣服 都是我來附近的 哇喔 優秀喔 我不會讓老婆下衣服做這個 所以我 你教什麼人色啊 我自己 不要念頭好不好 人色真的不要做太高喔 會冬壞我知道 人色做越高疊得越深 他剛剛是誰在剪頭髮的啊 對 所以我後悔啊 我不應該做這種人色 沒有我敢做人色 因為 兩天萬一出什麼事 真的是我做的 對 那我自己的方式是 譬如說我洗完衣服 我一定要 風乾個兩到三天 就自然的風乾 風乾 就是譬如說在陽台 也是在曬那個 對 那當然天氣好的情況下 我對 然後風乾完之後 然後我會全部折好 然後放在一個 可能我們像 像有間像 比較像廚藏室 我可能擺跑步機啊 或是其他一些 堆的鞋子啊 比較 多的鞋子或衣櫃這樣 我會擺在平台上 會除濕 也是要除濕 超過12個小時 以上之後 然後再把它放回去衣櫃裡面 所以我一定要經過這個程序 而且確定它 聞起來是那種沒有潮濕的味道 因為我現在住林口 其實有一點濕 比較濕 然後鞋子也是 我一定要刷乾淨 然後風乾一兩天之後 然後確定乾了 再把它除濕完 再放回去 再收進去 其實跟你一起生活 應該也滿快樂的 因為東西都會弄得很乾淨 我會 但我知道這樣子 其實有一點 規矩有點多 但我不會去要求它 我就自己 把自己搞很累 自己做好就對了 可是我覺得這樣很OK 因為你看到你衣服 永遠是乾淨的 水好 然後鞋子穿起來是新的 你會覺得有種很 療癒的感覺 你如果以前有跟男性啊 合租房子啊 有室友這種 人家就會很痛苦了 對 因為一般男生都還 就滿隨性的啊 因為我們看到 如果他掉東西 就拿過去吸一下 其實我們不是要 不是要講你怎麼樣 我們只是 我可以吸起來 那你以前就是在男團啊 你不是身邊都男生 那背後就會說 沒有 只有這麼嚴重 對 只是說 今天有點潔癖這樣而已 一定會說 你有一天 你們相信我一句話 跟潔癖的人在一起 你絕對是舒服的 對 因為你想 你這個潔癖 他會弄如董蒜 你弄得很好的 我跟你講 潔癖最直接影響男團的一點是什麼 大家跳完舞 回車上 然後繼續跑下個行程 那車上會有汗臭味 對 可是我一定會 換另外一套乾淨的衣服 真的 我宣傳服務會 請他們準備兩套 所以我會是乾淨在車上 不會那種完全像搭公車 所以你會散發那種 芬芳味道 我會稍微清乾淨 然後噴一下這樣 真的 那個洗衣服有步驟 然後出門也有步驟才厲害 你出門的步驟是什麼 這個 沒有 我出門 基本上一定會沖個澡 因為我滿容易流汗的 可是你不是才在家裡 乾乾淨淨的嗎 可是就是我還滿容易流汗的 我很喜歡 沒事去拉個單槓或幹嘛的 就會流汗 然後出門可能就是把那個 這還好吧 來講來聽聽聽看 因為舉板子 很像我有問題的感覺 收收看 沒有 因為我是那個眉毛很雜亂的 所以我出門一定要 用那個眉刷把眉毛順直 順直出去我就會覺得 今天很順 而且眉毛順的話就很有精神啊 強迫症 真的 不是 真的 邱老師這樣算不算 這個病得不輕 JR當然它有很多規矩 但是如果說從這個醫學上來講 它 那中英呢 中英算嗎 有比較嚴重一點 所以你的叉叉稍微 他這個有病毒細菌創傷症候群 我解釋一下 就是說 第一個強迫症 強迫症它的盛行率 大概在成人裡面 只有1%到3% 所以算滿少的 所以動不動就說人家強迫症 因為那個 可能是潔癖 不是強迫症 還不到強迫症的程度 對 要符合強迫症 大概有三個標準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有強迫性的思考跟行為 例如說你不擦身體 你會開始腦補說 這邊有細菌 然後慢慢它在增長了 它在細胞分裂了 它在咬我了 它就是啊 還好嗎 它現在看我們都覺得 我們是兩個大戲劇 所以啊 我都沒有要請你們來我們家 喂 有啊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它被死了 它的單一的強迫儀式 就是每天要花兩個小時以上 譬如說 光洗手這件事情 就花兩個小時 第三個就是說 它如果不做這些行為的話 它會有真正的 譬如說它可能就會嘔吐 或者它會頭暈 或 就它真的不舒服 對 是真的真的不舒服 身體心理上的 所以 是讓別人不舒服 你知道嗎 對 而且會強迫別人做 那剛才這樣 我說它不算是因為 你不會強迫你老婆這樣做 對 你只是自己做 對 可是我自己沒有做那件事 我真的會不舒服 譬如說在高速公路 然後我突然低頭 發現我鞋帶 左右不一樣長 那你就邊開邊綁嗎 對啊 你就放雙手啊 我會真的不舒服 它騎摩托車也是棒槍啾 再綁鞋帶 太危險了啦 我會停到路間 然後真的把 該絕對不舒服的東西弄一弄 然後再繼續開 好 我看我等下門診還沒有空 那你說哪一種是最確定 它一定就是有強迫症 我講一個案例好了 這強迫症通常都是在青春期左右 會第一次發作 通常是國中 但是也有到國小的年紀 那那個是一個女孩子 然後她因為國中是 身學歷很高的學校 所以功課壓力很重 壓力很大 她的人際關係也不算很好 所以雙重壓力之下 她開始產生一些 強迫洗手的症狀 她洗到就是 手都已經付跪手了 流血了 還是忍不住要洗 她媽媽制止她不洗 她就會就整個崩潰這樣子 那後來她媽媽就算了 可是媽媽真的帶她來就診 是因為她後來嚴重到 她每天洗澡要花 三到四個小時洗澡 她只洗一次喔 急到她後來因為邊洗邊哭 因為她知道自己這樣子 已經不對勁了 可是她沒有辦法 控制 控制自己 不要這麼做 為什麼要花三到四小時 我解釋一下 第一個 那個喇叭鎖的門 她就覺得那把手有細菌 她就開始洗手 有有有也是 然後第二個 脫衣服嘛 那衣服在外面一整天了 她覺得又有洗 又要再洗一次手 JR也是這樣 好 等一下VIP直接 然後再來就打開水龍頭 水龍頭她又不知道 前面是誰用過了 雖然是家了 她又要再洗一次手 然後按那個洗髮乳的那個頭 她又要再洗一次手 所以她這樣一整倒下來 好 還沒有完 等到她全部洗完了 她又開始覺得說 因為我們台灣的浴室 是不是都貼瓷磚 她覺得瓷磚跟瓷磚中間 那個縫是灰色的 是有黴菌的 不行 她要拿牙刷 一條縫一條縫這樣刷 她媽媽有拿他們家的浴室 的照片給我看 他們家的瓷磚那個縫 都是擺的 所以她這樣一整套下來 就是三到四個小時 她每天當時都還可以喔 對 所以都弄到凌晨啊 然後當然就沒有睡眠不足啊 所以她後來就是變得說 功課一直拉不起來 然後就是開始有拒穴的症狀 對 那其實很多的這種 強迫症的特別是孩子 她都會合併什麼 就是 然後甚至會有 如果她本來就有一些 輕微的妥瑞式症 她會變得嚴重 那當然又會影響到人際關係嘛 所以後面還會併發像 憂鬱症啊 甚至嚴重的話會自殘 那強迫症無法治療對不對 基本上是用抗焦慮的藥在控制 沒有所謂的特效藥 可是像我洗澡 我也習慣性就是洗完澡 我就會順手 因為乾濕分離嘛 我就會順手發掉 我沒有到整個刷啦 就是我一定會用 蓮蓬頭噴一下 因為起碼有時候 會黏到頭髮幹嘛 你會噴一下 然後我會用一個海綿 把這些水質擦乾 或是用刮板把那個刮得乾 你越講越多了 你還有說什麼 剛剛算就45分鐘了 什麼事 沒有 可是我會很快速 我沒有說什麼拿牙刷刷 因為我會覺得說 因為我很忙 那我如果當它水質已經產生了 我要再去清理 很忙就不要走 聽起來都不像很忙的人在做 很忙就趕快洗完趕快出來 妳根本喔 不要這麼怕細菌 妳知道妳現在坐在那個座位上面 這個位置多少人坐過 所以我坐得很不安穩 這個要適當的放過自己 對 好 再來看看還有什麼規矩呢 喜不喜歡 能不能做 我說了算 乾淨整潔是為了大家好 對 這個有時候是沒有標準的耶 來 怎樣 這個 和老婆睡覺時 要牽手蓋同一條被子 這個是我其實以前一直很堅持 但當時我在跟朋友吃飯的時候 那時候帆哥 Julie姐 我講出來的時候 他們瘋狂大笑 他們說我跟妳賭明年 就不可能這樣 對 因為那時候我剛跟我現在老婆在一起 我說這一定要啊 這只有熱戀的時候可以 他說他們早就分被子睡了 我說不行 Kingsize八成七對不對 被子一定要符合九成七的 對 一定要蓋在一起感情才會好 然後後來我跟老婆在第二年 我就遇到一個狀況 因為Kingsize九成七的被子超大 然後我們睡一睡一睡 半夜 如果他覺得很熱的時候 對 他會把被子全部 然後我半夜就 會夢到我在游泳 然後起來驚醒 然後他覺得冷的時候 他會把整個被子 抽抽抽抽抽 全部拉過去 然後他整個會捲起來 然後我就冷醒 後來我就 我就妥協嘛 但我還是覺得很不好 我就妥協想說 好啦 希望不要影響感情 就變兩條被子 然後一樣他熱的時候 他把他的被子 然後冷的時候一樣 把我的被子搶過去 所以你們現在沒有睡在同一張床 現在會輪流 減減的就會住不小的房子 沒有 後來他發現 真的是沒有辦法這樣 那我想問一下 好 被子就算了 就是可以找到一份放 牽手是怎樣 因為我跟老婆老公 睡覺也是要牽手 可是牽手就是 牽一下就可以放了吧 要不然到時候怎麼睡啊 因為會卡啊 可是你本來期待的是怎樣 牽整夜啊 就是還是希望要牽整 那儀式感還是要在啊 是啊 睡了之後 你從頭到尾都只能這樣 你就會翻身啊 你這樣 我沒有牽掌這樣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這樣抱著牽啊 他睡在我的這裡 然後牽著手啊 你要不要聽聽配真的真實經驗 好 對 就是因為我對於就是 男生很喜歡女生睡在他的背 背綁這件事情 我一直感到非常的納悶 因為我個子小 我一直以來就是 男生就是 靠在男生身上 就會覺得說 小鳥依人 你這樣好幸福喔 但殊不知你手不穩 我的頭很痠 因為你知道你那個 肩膀卡在那裡 我們只能這個動作 然後這個動作久了 就是這裡會非常的近 它會硬 很不舒服 每個都是 但我覺得就是前面幾十分鐘 可以這樣子 如果睡著之後就算了 可以就是三分鐘就好 就是那時候就是 因為有時候肢體接觸 也會開啟另一段旅行 沒有啦 那就 還沒睡著前 就牽個手說 我愛你 我愛你 放開了就是各睡各的 對啊 你這樣很沒感情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好不好 我跟我老婆 也不用這樣特別見 我們睡覺前 我們在房間遇到 沒有 就握手啊 握手 後來疫情期間握手也不衛生 好相近如命 我們疫情期間還拱手不握手 有安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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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下 你已經派個早年了 有啦 萱萱 我今天是理想啦 那你們現在已經沒有簽了吧 但是後來現在發現說就是 那應該不簽了吧 因為其實有時候 牽手會很熱 超熱啊 然後我老婆有流手汗 她就覺得很不舒服 對啊 然後她可能幾年後就告訴我說 其實我不喜歡那個濕濕的感覺 對啊 那你聽到另一半就稍微調整 那這種情況下其實 不只是這樣 像我有時候遇到 有人太堅持說 我一定只能什麼什麼樣子的飲食 你反而會發現 它的指標不一定好 因為它要求以後 我們身體會有一個壓力荷爾蒙 那最明顯影響其實是膽固醇 因為我們壓力荷爾蒙 其實會促進膽固醇製造 所以很多人在台灣 什麼都注意吃的 只有膽固醇沒好 結果去歐洲玩一趟 什麼都吃 膽固醇回來就好 真的很多這樣 他們統計那個 從以前到現在所有的人類 歸納不出一個理論出來 說到底他們 飲食的共同點是什麼 沒有就沒有這共同點 沒有 其實沒有 天南地北 一人一把號各唱各個調 所以沒有一套方法使用所有人 一些都是命 而且他們發現 長壽是有強大的遺傳性的 所以呢 基本在你那個精卵結合的那個瞬間 大概除非意外 就注定 你大概能活多久 真的喔 生活型態完全是沒有 還沒關係啦 我甚至還有一段時間在倡導 運動無用論 你知道嗎 你大冰很荒謬對不對 我解釋可以聽 當然我不是講說全部說 都不動躺在床上 那當然這種特例我們就不講了 女生跟男生比起來 女生比較不愛動 甚至女生都不運動了 女生硬是活得比男生久 對不對 烏龜慢慢爬 獅子 砰砰砰砰砰上到下下 烏龜可以活多久 烏龜你養得好 還參加你的告別式咧 對不對 對 大象走路有夠慢的齁 一步一腳印 也是長壽 對 你看那個貓 啾啾啾啾 大象 六支隊起跳的一堆 好啦 好有道理 生活型態越慢 對 所以我這次強調就是 不要把你的標準套用在別人身上 並且強迫它 散步啊 伸展啊 或者剛剛講那個超慢速 瑜伽 對 不用把自己搞得好像 強度 太可以動身手那樣 因為我覺得 一可能傷身 二可能傷感情 我講一個傷感情 那很扯一些 有一個女生說 她終於覺得她男友分手 是有一次她跟男友去摩鐵 然後摩鐵不是男友先洗完 然後她去洗澡 洗完出來就發現說 她男友在床上 她在吃什麼呢 邊撕腳皮邊吃 吃自己腳皮 據說那個蠻有嚼勁的 沒有在吃對不對 沒有 沒有這個癮 對 是那個夜市的魚跟我講的 夜市那個魚 要吃一下腳皮 你是說這會關心魚嗎 沒有 我想說 這個傷害健康之前 因為真的有一起 國外她報告的案例是這樣 就是說那個男生就是因為 她都有把自己的襪子脫下來之後 深深聞一下那個襪襪的習慣 你知道嗎 後來有一陣子她就突然間 就是她覺得感不像感冒 然後都不會好 後來就去醫院就說 可能有肺部感染就吃藥 一週什麼都不好 後來再進去檢查 就發現說她是那種 黴菌感染 真菌 然後想說這個黴菌哪裡來 後來醫師跟她討論之後就發現 原來她有這種 她可能有些黴菌的感染 再加上她那段時間 因為她太太生小孩 她常常照顧太太 又照顧孩子太太 她就睡眠不足免疫力低下 所以深吸的時候以前沒事 後來那一次就 真菌感染 就搞好住院 所以 心態深 對 所以這種惡劣的行為 自己偷偷做 但是也要小心就是說 顧自己的健康 要一起顧 好可怕 這個喔 有人自己定下規矩 但自己還偏偏呢 去壞了那個規矩 蛤 誰啊 我 就是因為我們 從比較大的房子呢 搬到比較小的房子 家裡東西夠多了 夠多了 用壞了 才能買 很好啊 這不要浪費啊 我跟我老公一起定的規矩 我們這個就是講好的 很好啊 很好對不對 那結果呢 我們就現在搬到台東嘛 然後我們現在是地比較大 就有前院後院 但是我們的房子變小了 所以我們就說東西 用壞了才可以買 不過小孩 一雙鞋就夠了 就等到他 不能穿了 不能穿再買新的嘛 這樣很合理對不對 那結果呢 他就看Youtube 就看到人家 用荷蘭鍋 然後呢 在院子生火 然後燉 就是煮雞肉 燉一隻雞 然後上面裡面要放 妳帶流口水嗎 就是那畫面很療癒啊 對 然後就 你看就是這個荷蘭鍋 她就去買了這個荷蘭鍋 然後呢 結果她只用了一次 又很難刷 又很油 又很重 結果呢 她也不放在倉庫 她就放在廚房 就堆在那邊 為什麼會這樣啊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女兒很愛買那種 玩偶 玩偶 就是玩偶 所以她已經很多了 然後我們搬到新家 就跟她說不能再買了 女生很難啊 後來就是喜歡像寶可夢 對 然後呢 然後我們呢 有個親戚送她第一隻寶可夢開始 她就一直說 媽媽我想要第二隻 然後就越看越可愛 然後我們去日本 去寶可夢中心看 然後你知道我媽媽就很心軟 她喜歡就很可愛 然後就開始買 買第二隻 然後後來我們現在有 十六隻 你看 我跟妳講 那邊不是 就是這邊的才是 然後我就 然後她就喜歡伊布 然後我說 那我們就是把伊布家族 收集完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伊布家族很可愛 所以我就破解了規定 對啊 太浪費了 我們汪汪隊才十隻而已 對啊 好誇張 自己訂的規矩結果自己破壞 對啊 你這樣還需要訂嗎 那我來問一下我們的修林醫師 就是 這樣子自己訂規矩 自己又不遵守 這樣是好的嗎 來 請舉牌 這樣非常地不好 為什麼很像幼稚園老師的感覺 你這樣很不好喔 不好在哪裡 不好到甚至家人會 那目前我們很平衡欸 目前 時候未到 搞不好如果還回去就把牧城成 有一個 有一個爸爸 他年輕的時候本身是學霸 所以他後來他自己的工作 收入都非常地好 然後結婚多年之後 終於老婆幫他生個兒子 然後兒子呢 一出生他就想說 爸爸就想說 我要好好的教育他這樣子 所以呢 其實這個孩子 開始進幼兒園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非常自豪 就是他們家 有一個價目表 叫做 例如說 飯沒有吃乾淨 打幾下 早上賴床打幾下 好可憐喔 對 然後到小學的時候 因為低年級你要考 100很簡單嘛 就是 低於100少一分打一下 他們家有 二十幾條這樣的一個 體罰表 他認為 我先講清楚了 而且是合理的 所以叫科學化的體罰 但是 不知道是信還是不信 這個孩子 這個老大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 表現非常地好 一般小二就開始考自優班 他還考上了 然後 後來爸爸就覺得有信心 老婆我們該再生 又生了兩個弟弟 所以他們家三個男孩 然後這個哥哥就真的非常優秀 就是建宗 然後 保送台大的電機系 非常地優秀 可是呢 他的兩個弟弟就糟了 因為兩個弟弟就姿勢可能沒有那麼好 就很普通這樣子 但是 因為爸爸就覺得說 你們是兄弟 所以我就是同一個標準 而且哥哥可以這樣 對 一定是 再執行嚴格一點就可以了 但是 轉折就在於 這個哥哥考上台大之後 有一天 然後爸爸去他書屋的地方找 就是找不到 只能去查課表說 我兒子 禮拜幾幾點 什麼課在什麼教室 就去賭他 他兒子就說 爸爸你不要再來找我了 我不要 不想再見到你了 然後我現在可以打工了 我會自己賺錢 等我存的錢夠了 我會把兩個弟弟都接出來 他說 兩個弟弟呢 在照這樣的方式下去 會被你逼死 真的 對 所以這個爸爸就是 按照自己的標準 去要求他的小孩 因為每個小孩支持個性不一樣 不能說老大成功 老二老三就一定會 那個標準不要那麼死 那個家長造成小孩壓力 真的 親起來都覺得還滿 我沒有什麼要說的了 皮乏 皮乏是絕對不行了啦 好不好 大家那個部分 多愛一點就好了 好 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規矩呢 來 最後一個 石波恩您餐桌帳的規矩也多多 來 龜毛J 誰啊 我啦 機車人 我也會盯一些飯桌的規矩 對 然後我們家是 吃飯不能發出咀嚼聲 有聲音要處罰 什麼意思啊 也是科學處罰嗎 沒有像那個架木表這樣 那麼誇張 可是譬如說我們家是 我跟我老婆還有女兒 我們三個一定要吃完飯 才可以離開飯桌 不能下來 這很OK 離開飯桌完之後 才可以吃甜食 水果獎勵 然後會拆新的玩具 或看電視 OK 對 但中間有下來的話 就要處罰 那包括我下來的話 我老婆會真的打我這樣 真的 你們是情趣嗎 沒有 要嚴給我女兒看 你老婆打你屁股喔 身腳 對 然後我就打回去 哎呀 沒有 開玩笑的啦 開玩笑的 下流 真的處罰 因為要讓女兒知道說 大家是一視同仁的 沒有在開玩笑 乃莉菲你參桌的規矩 我參桌的規矩是 我們一家人呢 就是 飯做好了一定要 就一起吃 會有一個口令嗎 小朋友們 飯好囉 大家上桌 不會 當當當 不會 不會 就是用口 就是用嘴巴講 口口警告 對 口通 溫馨的提醒說 溫馨提醒 溫馨提醒說 飯好了大家要上桌 然後大家就會 吃 YES SIR 然後現在剛剛 3公分反對 真的 我們吃飯都要做3分 真的啊 真的假的 對 真的 因為我女兒很容易就這樣吃 對 所以我們大家就 這也是規矩之一 對 規矩之一 身腳嘛 然後像Gia剛剛講的這些也是規矩 對 你看 你坐在那裡這樣 對啊 這樣吃很難看 對啊 三角六角 很難 還要翹腳 生母大角 對不對 那我中間要向洗手間 要先舉手說 我可不可以先離開 蛤 對 還要報告長官 我可以沒有上桌桌 沒有就是我會要求我女兒說 你要說 欸 媽媽我要先上桌桌 這很有歐洲櫃子的 也不是 這就是最期 起儀了 對 禮儀 那要同時一起下餐桌嗎 還是 不用 如果是用完了 可以說 用完了說 結果用完就說 喔 我吃飽了 那他不要 不能默默的離開喔 不行 就是 爸爸媽媽我吃飽了 就把你們慢用這樣子 對 我吃飽了 我就會把自己的碗盤先收好 當然我老公覺得說 這樣也是大家就可以一起相處的時間 唯一可以坐下來 對 但是我現在又養了貓 養了狗 對 所以我就會先 貓也要這樣啊 大家就要一家人啊 毛小孩也是我們的家人啊 所以毛小孩也要一起吃飯 對 就要同時 所以我就會很忙 OK 就是我會一直弄上 對 然後我老公就會說 快點來吃 快點來吃 這樣一起 這很棒啊 這也是一種家庭的幸福 對 就是一種 一種儀式啊 而且小孩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生叫出來 對 但是規矩那麼多 會不會就是 還沒吃胃就下垂了呢 腸胃出問題嗎 來 請舉 來 一定會的啦 一定會的啦 其實我光聽都覺得很辛苦 妳剛剛更常會說你 要不然怎麼那麼黑 剛剛黑沒有關係 那些比較稍微慢了一點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在醫療端 比較會看到 最後最後的狀況 就是當然我覺得 適度的規矩很好 但會比較建議就是說 用引誘跟讚美的形式 而不是規定 因為就是懲罰本身 或者說禁忌本身 都比較容易帶來逃避 跟誘惑 反效果 對 之前就有遇過一個 45歲的個案 然後它其實來的時候 我自己都很驚訝 那它體檢喔 整片胃鏡的那個圖啊 然後而且發炎這樣子 然後我問她說妳有沒有不舒服 她說有 有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還好 然後我就開始問她說 妳怎麼會變這樣 是最近有什麼重大的壓力 她就說沒有 我就說開始檢討一條一條 然後她說他們家吃飯 哇 真的是不是這個太扯了 對 這個其實真的太扯了 為什麼要那麼趕啊 因為其實答案也是我 我聽過最荒謬 她們家認為吃東西浪費時間 然後她們的理想是 如果可以有那種太空食物 5分鐘太扯了 就是直接吃下去飽了這樣 然後所以更糟糕的是 她結婚以後 她就規定她們 她太太跟她小孩要一樣 所以她們家全家 就是吃飯5分鐘 可是吃飯5分鐘 妳就一定沒有絞細嘛 沒有絞細她就會瓜味 所以她就整個胃受傷 那我就跟她說妳這樣真的不行 妳請妳改成一餐要30分鐘這樣 然後她就看著那個血淋淋的胃 我就力勸嘛 那她好像聽下去了 因為兩個月後她回來 好很多了 然後最重要的是 林離開那個我們診監前 她太太轉過來 非常非常鄭重的謝謝我 她們家 終於可以好好吃一頓飯 她就說 25分鐘可以 她就說 其實我這樣跟我先生吃飯 我真的壓力很大 所以大家吃飯的時候 其實就愉快 對 吃飯就是要開心 然後講一下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對… 互相交流的時候 就是在這個時間 對 就盡量歡樂就好 不要問成績 不要管什麼時候的事情 都不要 就是放鬆 有的媽媽很奇怪 喜歡她吃飯的時候念小孩 對 平常不念喔 邊吃飯她靈感就來了 對 真的 這樣就是讓小孩 真的胃會真的發展不好 規矩定規定 人是活的啦 還是要給彼此 多一點的空間 沒錯 我覺得就是家裡 就是充滿愛的地方 好不好規矩 有時候自己愛喔 好像可以鬆一點就鬆一點啊 反正都是自己家 人什麼好計較的呢 今天還有更多精彩的花去 請大家追蹤 真心分享小鈴鐺的臉書 還有未來戲劇台的YT頻道喔 OK 謝謝大家 加油分享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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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